欢迎各位议友全面进场 9月22日 礼拜五的第二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行龙集团董事长陈启忠 在中期报告分析香港的经济和楼市 陈启忠指出 香港正是经历系统性的转变 但是不代表香港的经济会没落 他又说 香港的楼市变得疲弱 因为移民潮令到更多人离开香港 而土地供应增加 楼价就会放缓 趋势已经开始了 并且预计这个不单只是周期性的转变 而是系统性的转变 第二单消息 据大陆媒体的报道所说 有不少的大陆人涌到香港买金 然后就回深圳那树转手 每日是可以赚取到超过7000元人民币的差价 不过这个行为本身是涉嫌走私 而大陆海关就提醒 若然是随身携带的物品价值超过5000元人民币 是需要补税的 好了 在讲下去之前首先要呼吁各位计则记登 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行龙集团董事长陈启忠有什么说 他提到香港的楼市变得疲弱 是因为移民潮和三年的疫情 令到更多人离开香港 而土地供应增加也会令楼价放缓 他就说长远来说 结构性的转变是会令到香港更具竞争力 只不过这个转变就出现得不是太合时 楼价持续下跌 就可能会令到香港的经济雪上加霜 加上海外经济疲弱和政局难料 预料国际贸易会低迷 物流业和相关的行业也都难见有起息 故此个人消费难有显著的增长 加上楼市的结构性转变 目前很难对未来过度乐观 他预期行龙下半年的表现仍然出息 增速就会放缓 他还说未看清楚2024年的形势 陈启忠可以说是第一个地产商的老板 是愿意公开承认移民潮的而且确令到香港的楼市变得疲弱 以往最多是地产商的马仔 又或者是地产中介走出来说这些说话 没听过有地产商的老板亲自承认这件事 都是一件好事 起码面对着的现实 的而且确移民潮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令到楼市变得疲弱 因为在走了的人当中 其实大部分都是有这样的经济条件 甚至乎就把香港原本住的那层楼 放了出去 所以一定是连需求都打击了 这个是肯定的 况且陈启忠说我看到他说话都挺客观的 在说楼市疲弱的时候 他就说不单止移民潮而是三年的疫情都令到更多人离开了香港 他连那帮外国的专才都包含在里面 这件事我一直都指出的 不单止是移民潮影响 移民潮固之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走了二三十万人 况且就是那帮外国专才 绝大部分都是有楼的 无论是做银行业 金融业 从商 甚至乎是飞机师的 有部分住在东楼的 贪他够近机场 本身大有人在 过去三年 走得七七八八 要走的大部分就落户了过去新加坡 而这帮人离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林郑月娥所推出的防控措施 太过严苛了 那帮人受不了 其实在2022年头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外籍人士的呼声就是说 你不要再搞那些什么东西又撩鼻 又这样那样的东西了 又什么强检 是令这帮人很烦扰的 而且重返香港的隔离 令这帮人觉得很讨厌 那些欧洲商会 美国商会表达过很多次 那奈何都不听的时候 特区政府 自己拱手商量了这帮人才 就给新加坡了 没得好说的 所以陈启忠这个研判 是准确的 我认为 不单只是香港人走 那些外国的专才都走 而这帮人离开了香港以后 绝大部分都是一去没回头的了 那当然就是会令到那个需求下跌了 好了另外陈启忠又说 随着内地的经济变差 香港经济必定是会受到影响的 特别就是房地产的行业 正是经历着结构性的变革 形势已经截然不同了 而土地供应的增加 使得暴力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唯一的亮点可能就是豪宅市场 因为内地还有很多富人渴望移居香港 他就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供应增加令到地产商的暴力一去不返 首先他第一承认地产商以往 就是在谋取暴力 第二就是 在需求下降 和土地供应增加的双重夹击下 令到这个日子一去不返了 不单止是这样的 同时其实还可以反映出 特区政府的高地价政策 差不多是无以为计了 因为那些地产商不愿意再托高地价来投地 甚至乎很多时候 那些地产商的出手就低到 连政府的股价下限都达不到 投标就继续有人投了 但是出到有这么多多的地产 故此就已经有很多地皮流标了 若然这些情况持续三几年的时候 我就认为特区政府有机会 是会走去开拓其他的收入的 他固然可能会紧缩其他的开支 但是同时他都会开完的 那就大件事了 现在其实 特区政府的收入的支柱来来去去 都是那几样的 卖地收入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在以往 另外就是 新讽税 商业的利得税 还有印花税 无论是股市或者是楼市的 主要是靠这几样的 若然将来真的要开完的时候 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方向 第一就是增加这个税行 因为现在税机狭窄 说来说都是消费税 而我认为这件事会万劫不复 第二就是在不开新税行的情况下 可能就会在现有的税行打主意 不知道会不会就是提升的税率 所以 这些东西就很大件事 这个高地价政策基本上 现在看不到是可以运作正常的 因为那些地产商出手这么低 还怎么高地价 低地价就有 所以将来这件事是会大件事的 另外 陈启宗说到香港豪宅市场是亮点 我不同意 但是我会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2021年的时候 恒隆买了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 宿舍地皮 在寿山村道 37号 当时作价25亿6600万港元 既然他都买了这块地皮 回来的时候 当然是要卖花赞花香的 就没理由帮自己来倒米 但是他说到 内地很多富豪都渴望移居香港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实际数据来做支撑的呢 还是凭他自己的感觉 或者是主观愿望 大陆如果真的有富豪 他如果要走资 要离开大陆 我相信首选一定是去美国 还怎会去香港呢 无可否认 香港 以往在那帮大陆富豪的眼中 的而且确可以作为一个 资金的避风港 甚至乎是一个走资的管道 但是自从2020年以后 这个角色就已经出现了转变 正如陈启忠自己所说 香港是经历一个系统性的转变 那帮人放钱来香港 还是不是有那么高的安全感 定义说一走的时候已经走了去外国 这件事大家都知道的 那些大陆人都不来香港掃楼 一来本来香港的楼价是不振的 二来就是 如果他认为你这个 城市 还是对于他的资产 有很高的安全度的 他少少都会买的 现在真的不买 不要说完全不买 大部分都不买 他就走了去买保险 因为保险的变演速度 比买楼 买楼要锁三年 你这些辣椒 所以就是 他说很多富豪会去香港 看一看他建好的时候 看你买得如何 陈启忠还说 虽然今年恒龙大概就不会买地 但是未来总有一天会有这个意思 儘管确实的时间都很难预测 但是团队一直会留意 希望不会错失下一个粮机 今年不买 明年还会买呢 他都没有说定 因为他说明就是看不清楚2024年的形势 未来总有一天会买 未来 给个官吏做都行 好了 他又将香港和内地相比 就说香港现在的困难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正是慢慢从疫情当中恢复过来 预计就不会迅速反弹 希望是会稳定的复苏 其实你不迅速反弹已经是输了给全世界 因为全世界任何一个经济体 在它放宽了那些防控措施以后 都会出现一波的迅速反弹 之后再放缓甚至乎回落 是另一回事 但是你连这一波的迅速反弹都没有 就是你弱鸡都很紧要 要承认的这件事 你就算在地图上 设计任何一个经济体 都会有这一波的迅速反弹 一放宽的时候那些人就不出秦 但是香港没有 香港有出秦 不过去了其他地方出秦 不是在本地 有数据看的 香港人在日本的消费创开浮以来的新高 是不是 然后那些人有空就北上消费 那你本地怎么复苏 是不是 他还说零售销售额已经有所改善 如果你跟第五波疫情的时候 轻轻含含的 一定有改善的 因为当时的基数低 我不知道他找哪一个 来比较哪一段的时间 他又说预期店铺的租金是会缓 不过办公室的租赁收入 就会因为预计美国会进一步打击 金融业和相关的专业服务 就预料租金复苏步伐是会缓慢 未来几年 核心商业区的甲级写字楼 会有大量的供应 就进一步拖慢了复苏的速度 这个我是会同意的 供应又增加 需求又减少 外资企业都不是怎么愿意 进场 原底在香港那些 有些是撤出了 有些是搬了去新加坡 供应增加 需求减少 你那个租金的 复苏一定就是会慢 这是必然的 我是同意他这个说法 至于在内地方面 陈启宗就说目前面临的局势 就是相当的困难 四大原因就是 中国式抗疫的成本 就是说搞什么 荒仓 动态清零 另外就是加强管控网络平台公司 和私人机构的后果 就是说整顿风暴 第三就是 楼市泡沫爆破 以及第四 美国近乎动武的全方位攻击 四大因素同时出现 令到中国的经济挑战尤其严峻 以上就是 陈启宗对于 大陆和香港经济 以及楼市的 最新见解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另外一宗的消息 据大陆媒体的报导所说 原来现在很多的大陆人 涌到香港买金 买完以后 就拿回深圳 转售逃利 每日就可以赚到 7000元人民币 我们看看报导怎么说 据大陆媒体《终身经委》的报导所说 他们在上周 去到位于 港岛上环的利窗金袍 店铺里面的梳法上 就已经有很多的顾客在等候 从深圳过去香港的 一名陆客就透露 上周香港的金价 和内地的金价 差额是扩大了的 从香港买入金条以后 再拿回去内地 卖给深圳水贝 从事黄金回收的商家 每一刻的黄金 是能够赚到 16到17元左右 他和他的朋友 一个星期里面多次往返 又是用一周多行的签证 有时候一天还往返了两次 一天里面 是可以赚到7000多元人民币 不过 随着这个星期 大陆的金价回落 价差已经 大约只有10元左右 但是仍然是有一个 逃利的空间 在 每一刻的差价 跌了有什么所谓 其实他无管生利 不停的 蚂蚁搬家 只要他过关的时候 不要被人周到 他就有得赚了 所以一定会继续走来买 这个陆客就说 从香港这边来到 去买黄金 金店 每刻就要加价 几元 去到水贝回收的时候 老板又要扣几元 此外 还要算回率的损失 所以 算到最尾 其实他们的收入 就没有传说中那么高 若然 香港和内地的黄金差价 每一刻 跌到6元以内 就不值得 特意去香港 跑一趟 他也挺老实 是吧 6元以下 就不值得了 但现在还有10元 所以继续买 此外 记者也留意得到 有很多专门从事 黄金回收的商家 也都文风而来 在深圳水贝 开了一家金店的 小云 专程跑到香港 买金 据这个小云所介绍 他的回收价格 一般都是在 融通金实时报价的基础上 下调2-3元 他都要吃个差价 他要赚钱 在记者採访当日 利昌金浦员工提供的报价单 就显示 如果要买50克的黄金 每克 大约是491.5 港元 人民币大约是458.4 融通金实时报价 显示 当日黄金的回收价格 是468元 若然 六客买50克 不计算交通 住宿 以及其他成本 可以获利 大约是500元人民币 如果计算 乘搭东铁线 往返 上环金浦 和深圳 水贝 交通成本 大约是100元左右 此外 如果需要 兑换货币 获利空间 还会进一步 压缩 他计算 50克黄金 就赚500元 你不是买50克 那么少 阿哥 是吧 你一次买500克 你就只获利是5000元 当然你买这么多 自己有风险 因为一旦被海关断正 你就死了 要打税 甚至乎 可能要罚款 报道就说 融通金 就是贵金属的服务商 在2012年成立 位于知名的珠宝首饰交易中心 深圳的水贝 主营回收黄金 柏金 银 和现货交易 等等 报道又说 必须要指出的就是 虽然境内境外的黄金 价格是存在着差异 使得来香港买金 具备一定的价格优势 但是背后的风险 就不能够忽视 北京师范大学 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 中国黄金集团 前首席经济学家 曼哲 就对记者说 普通消费者 来香港买消费型的金饰品 少量的话 就不存在问题 就是用来自用 但是如果来香港买金 再回到内地 赚差价的话 就要慎重了 出境旅游消费 和以赚差价为目的的商业 运营活动 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如果是超过了法律的标准 就是涉嫌走私 建议消费者 出境旅游消费 就是要合规合法 不要触碰法律的底线 记者也打了去全国海关系统12360的 客服热线 和深圳海关12360的热线 查询 根据当前最新的规定 无论是内地居民 还是香港居民 进境 可携带的黄金及其制品 以自用和合理数量为限 而具体认定标准 就是由入境口岸的海关执法人员去判断 他说你这个属于自用和合理数量就是 他说你不是 就不是 因为由执法人员来判断 他没有将一个客观的实数写出来 旅客在入境的时候应该主动向海关申报 根据相关规定 超出了自用 合理数量的黄金及其制品 视同是这个进口货品 海关凭中国人民银行的批件 予以征税放行 如果没有批件 具体处理办法 就由入境口岸的海关去决定 一般来说 随身携带的物品价值超过五千元 就需要是补税 所以这些人 你如果只是买五十克 赚什么五百元 当然 我认为是一个合理和自用的区间范围以内 但是 如果他要搞得这些转售徒利的活动 他会不会一批个买这么少 有多少买多少 还要即日回到深圳的水贝放售 因为你持有这么久 明天的金价一跌 他会赚少很多 所以我不觉得 他们会只是买五十克这么少 但是 现在有没有人被周到 他这样买 或者大陆的海关 深圳的海关 有没有很严格 去管控这些东西 未见得到有 因为这些情况 已经出现了一两个星期 涌入香港买金 实际上这些人为什么要买金呢 主要原因就是有两个 第一 他们要买一些 认为是可以保值的资产 而避免人民币贬值的风险 因为人民币确实来说 是不断贬值的 对美元 已经跌到近年的新低 那些人 与其继续持住人民币的时候 他不如就买金 一直都是这样 当你那个币值下跌的时候 买金就是一条出路 当然买金本身也会有个风险 我不是呼吁大家买金 有些人听完之后 你叫人买金 是吧 是吧 但是有些人他认为买金是可以保值的 那就变成了走进黄金市场 那些钱 另一个就是说 那些人买回了安全感 由于 他们在大陆 要兑换外币 或者怎么样 基本上 就是一个很强烈的限制 不能够很容易地做到 但是买金这个方法 仍然是可以很轻易地做到 你去市场上买 基本上有钱就买得到 尤其我看到大陆的搜狐新闻就说 现在很多年轻人 买金来寻找安全感 就连那些什么东西 转戒都不买了 而我认为这个想法都挺理性的 因为鑽石本身 其实很大程度上 就是靠广告打造出来 令到人们觉得他很矜贵 和很稀有 实际上不是那么稀有的 反而黄金 就真的是自古以来 几万年以来 大家认为这个是一个稀有的金属 是很珍贵的 一直都是这样的 尤其是打仗的时候 最重要是持有实金 所以你说那群年轻人 买安全感 我会理解的 但是作为香港人的话 我就会认为 大家如果真的在买金之前 你就应该做足功课 究竟你是不是认为 现在这个价位是值得买入 和投资呢 因为香港人实在是 如果你说走资也好 或者是投资也好 太多的管道 太方便了 不一定要买金 买金当然最好买实金 不要买资金 但是现在这一刻 是不是值得呢 你自己想清楚 你不要看到 现在很多大陆人去买 你又去买 或者见到麦玲玲 去做代言人 你又相信了他 你一定要经过自己的 心思熟虑 如果你认为值得买的 那就买 要自己思考清楚 不要相信人 好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谢谢大家